哈囉 各位好 我是博盛 那博盛今天要幫各位介紹是我們 Driver Link的音響主機 那我們這是智慧型的Driver Link 那我們現在開始幫各位介紹 我們現在左下角會看到一個Home鍵 那我們針對Home鍵的部分幫各位開始做個介紹 當你按點Home鍵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主要的畫面就會出現 那我們一一幫各位做介紹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主畫面 當你點第一個就會出現主畫面的部分 你再按一下一樣會出現 那第二個呢 它可以看得到我們的卡片式的一個 那個詳細功能的介紹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HighToyota 我們的聲控有哪些聲控功能 那你可以在這邊做聲控的一個 一個輸入的方式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控制鍵一樣 可以看到我們的亮度 亮度 那包括我們的藍牙 包括我們的靜音 跟我們的Wi-Fi關閉 螢幕關閉 跟我們等化器 跟我們左上角這三條線 的功能一樣 你都可以在這邊直接點 直接做功能的一個設定 包括靜音 藍牙有沒有開啟 Wi-Fi有沒有開啟 螢幕關閉 等化器都可以在這邊做設定 那再過來 這個是我們看得到的我們的油價 我們可以看得到下禮拜的油價 會不會漲價降價 那再過來是我們的氣候 我們現在所在位置的氣候 外面的氣候如何 那再過來我們有常用APP 有燈號的部分 你可以在這邊查閱 如果儀表板出現什麼燈號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 看圖說故事 你只要點了之後 如果說你的儀表板上面出現什麼燈號 你就可以點一下 它上面會有故障說明 有可能是什麼東西壞掉了 那建議如何去做處理 你可以依照我們儀表板的燈號 要去做一個一樣的燈號 去點一下它就會做顯示 那顯示的話 最好看一下它的功能說明 有沒有什麼利己危險 或者要律許處理的 趕快進服務場 那這是我們的儀表板燈號的查閱表 一樣在我們的APP裡面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的常用的APP 我們剛剛的常用APP 就是剛剛有儀表板燈號 如果說胎壓需要看的話 點一下就會出現我們的胎壓顯示 只要你有點的APP都會跑到這邊來 包括我們的儀表板 我們的胎壓顯示 胎壓顯示 如果說胎壓燈亮了 你可以點這個功能 可以看到你的輪胎 前兩輪後兩輪的胎壓棒數 那你如果有用的話 就會跑到常用APP裡面 包括剛剛介紹的圖片檔 那再過來 我們再來是有側聯網的服務 因為我們如果說設定完之後 有開通會員的部分 那它就會有4G聯網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去使用我們的 i車秘書 那它這邊有講 現在的車主你好 若要啟動車主專屬聯網服務 請先進行車主認證 車主的認證 就是我們要先成為認證 我們就一樣點這個車主認證 會出現QR Code 那如果你是APPLE的就掃這個 如果你是安卓就掃右邊這個 那我們先登錄註冊成為 我們要先在買Toyota那邊 先成為我們的核泰會員 那就可以 登錄 登錄之後就可以去做綁定 我們Driver Link的一個APP 那你就可以綁定你的i車 然後我們的車載認證就會 就可以做車載系統的認證登錄了 那一定要先做這些的動作 才能去使用我們這一個 車主的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我先跳出來一下 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有車載服務的功能 車載服務的這個功能 那它如果有連到的話 它有連上去的話 你就可以在上面去做使用 像這樣滑動給各位看比較快 螢幕放大了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點 比如說剛剛講的 你如果說車載的部分 你有使用的話 那一樣我剛剛講的 有點的就會跑過來 車載我們愛車秘書 你可以在這邊連結你的保養維修的部分 可以看得到 那有一些訊息中心它會寄信給你 你就可以在這邊看 那我們高速公路的路況 還有我們打航預約 如果使用手機 分享我們的預約地點 你就可以在這邊啟動我們的打航預約 那你的行動管家 如何去做聲控幫你設定目的地 那線上影音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有做Wi-Fi的一個連結 那我待會試著聯動看看 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線上影音就可以上我們的YouTube了 那再過來儀表版的查閱表 我們這邊有查閱表 那就可以在這邊點 我們剛剛那個儀表版的查閱表 那再過來它旁邊的話還是可以再增加新的卡片 你旁邊加的部分點一下 那就會出現底下這些功能 你都可以一一把卡片增加到我們的主要畫面上面 你的電話啦 媒體音樂啦 你像比如說我現在要加的部分 那你可以選擇這個我要上去 或者我要滑動 這個電話的部分我要滑動到哪一個卡片旁邊 你都可以去做滑動的部分 或者你要增加 你要電話的音樂的啦 或者時鐘啦 你都可以增加上去 那不要的話 只要點右上角的減 它就會刪除掉了 那我們的時鐘啦 或者數位時鐘 它要顯示 包括我們的導航顯示 包括我們的導航工序 你都可以加上去 那像我剛剛講的不需要的部分 你就可以把它做刪除 不需要的部分你可以刪除 那甚至可以把它去切換你要的功能 比如說這個導航 我要在前面一點 你可以拉到前面來 前面來 你看你要放在哪裡 這個都可以 那用完之後 它就會出現在我們的卡片類比裡面了 你就可以看得到你要的主要畫面 功能 直接點就可以啟動導航了 這些就是我們單手 就可以操控我們的卡片介面介紹 包括拍壓的顯示 電子時鐘 導航的 支架點 洗愛點 或者加油站 附近 有用過的導航 捷徑 停車 餐廳 都可以在這邊做使用 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剛剛介紹 號碰鍵的 我們的主要的號碰 裡面的卡片介紹功能 你就可以在這邊做操控 如果說有需要增減的話 可以在這上面做增減 可以在上面做增減 如果不需要就像這樣點一下 它就會 移下來也可以 我們點一下它就會消失了 點一下就會跑下來了 如果不需要的畫面 你不需要那麼多卡片 你就可以把它移到下面來 像這個導航工具 如果用不到 或者導航的功能 或者電話的功能 你如果不需要 你就可以把它做增減 好 就跑下來了 那跳出來就會回到我們的主畫面 那以上這個就是我們的號碰 號碰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每一個功能 會另外錄個影片 跟各位做個說明 那以上這個是我們的主要的 一個Menu的號碰的介紹 那它有這些功能 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那另外其他的功能 我們會再錄新的影片 跟各位做個分享 那號碰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覺得不勝介紹的不錯的話 記得再幫我們分享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還沒訂閱的觀眾們 記得再幫我們訂閱一下囉 感謝各位了 拜拜